全世界的人口已有71左右 在这众多人里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然而有些人天生的特征却是无法将其隐藏 比如世界上最高的人 最矮的人 甚至还有丁丁最长的人 当然有些人的奇怪特征是后天形成的 今天跟着燕姐自然探秘一起看看 哪些独特特征的夸张程度超乎你的认知吧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素材影片 可以帮忙订阅和点赞小铃铛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往期精彩的影片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世上最大的嘴巴 相信很多人都在动漫里看过张开大口 把食物吞下的画面吧 当然在我们的世界里 的确真是存在张开大口的人 不管是一颗棒球还是一块砖 甚至可像动漫里那样 一口把汉堡塞进嘴巴 但这些都还不是世上最大的嘴巴 这位大哥才是世上最大嘴巴的人 他是来自非洲的男子 名叫弗朗西斯科多明哥乔吉姆 也是目前吉尼斯记录最大嘴巴的人 他的嘴巴宽达17厘米 几乎跟手掌一样大 当他张开嘴巴的时候 犹如一只荷马那样能把整粒西瓜吞下 而且他的嘴巴还非常有弹性 可以把一罐可乐塞进自己的嘴巴 且还能毫无压力用舌头将一拉罐在嘴里自由转动 更能在一分钟内把一拉罐从嘴里拿进 拿出长达14次 看了他那巨大的嘴巴 是不是有震惊到你呢 第二个最长的支架 说到最长的支架 僵尸电影里的僵尸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 但僵尸的支架在他们面前也只能算是个小弟 当然他们也不是世界上支架最长的人 拥有世界上最长支架的人 是这位来自印度的爷爷奇拉尔 他今年已86岁了 也是最长支架的金尼斯记录保持者 爷爷左手的支架长度可不一般哦 他的支架可是留了63年之久 七长度更是达到了9.09米长 而且是爷爷从14岁就已开始留的支架 然而那么长的支架自然也带给左手许多的不便 而支架都是由蛋白质组成极其容易折断 所以爷爷在睡觉休息时都得格外注意他的支架 加上支架越长对左手所带来的重量就越重 从而缺乏活动导致手指萎缩 直到2018年爷爷第三次突破该项目的记录后 终于下定决心把跟随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支架剪掉 并将支架存放在纽约的信不信博物馆里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博物馆参观 记得和世界上最长的支架合照哦 第三个最长的头发 在迪士尼动画片《魔法奇言》中 女主角乐佩公主有着一缕美丽的长发 而且许多女孩子从小就渴望拥有一缕美丽的长发 可是到头发留到一定长度的时候 便会因各种原因而把它剪掉 但你知道吗 有一位来自美国名为曼德拉的女子 她从11岁开始就再没剪过头发 至今52岁的她头发已有41年没有修剪 现在她的头发已有长约17米 也是目前世界最长头发金尼斯记录的保持者 别以为留着一缕长发就能破曼德拉的记录 这记录的背后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单单这缕17米长的头发就已重达19公斤 而且可能已开始对曼德拉的脖子造成瘫痪 哪怕许多医生劝告曼德拉将其修剪 但曼德拉发誓永远都不会修剪她的头发 看了她的长头发 每个女性观众一定和我一样 会好奇曼德拉要如何打理她的头发 其实曼德拉打理头发没有大家想象中困难 清洗头发大概也只需一个小时 而且一个月才清洗一次 只是要两根头发比较费事先而已 但现在曼德拉已再无这些烦恼啦 因为她现已有个很爱她的理发师老公 让曼德拉彻底脱离凡人的清洗养护头发等等方面 所以要打破她的最长头发的记录 不但要承受长发的重量带给脖子的伤害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个理发师老公 第四个最长的舌头 舌头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 没有舌头的话且别说不能进行说话聊天 连最重要的世界众多美食都无法品尝 然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舌头长度都各不相同吗 而且有些人的舌头长度可不是一般长 就像他们那样舌头的长度就超乎你的认知了 他们舌头的长度能够轻轻松松打到下巴 甚至还能触碰到鼻子和眼睛 看了他们俩的舌头是不是有震惊到你呢 但他们都不是世界上最长舌头的人哦 这位来自美国加州名为尼克斯托伯尔的男子 才是真正世界上拥有最长舌头的人 也是经过该项目真实测量的金尼斯记录保持着 而他舌头的长度更达到惊人的10.1厘米 当你以为尼克斯托伯尔的舌头仅仅只有长而已 那么就小瞧他了 他的舌头不但可以进行作画 还可以熟练地移出堆积的积木 同时他也是最快用舌头移出5块叠积木的吉尼斯记录保持着哦 当然你可能会好奇舌头那么长 是否对味觉有所帮助 这一点尼克斯托伯尔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长舌头不但对味觉没有帮助 反而还会让自己吃得更多 所以必须每一天让舌头得到味觉的满足 当然他也很开心能成为最长舌头的人 因为成为该项目记录的保持着改善了他的生活 不断凭此记录增加了许多收入 还能到处到国外认识不同文化的国家 最重要的是能品尝全世界各地的美食 所以对于拥有最长舌头的尼克斯托伯尔来说 是件很快乐的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身高都各不一样吧 而且还有经典名剧堂堂七尺男儿 当然要找个高七尺的男性伴侣 也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事 更何况高251厘米来自土切尔 名为苏丹科赛的高人 但苏丹科赛只是现存活最高的人 吉尼斯记录保持者而已 而一只世界上最高的人类是位来自美国 他的名字是罗伯特·潘辛瓦德罗 身高更是高达272厘米 比苏丹科赛高出了21厘米之多 当然他之所以能长得这么高的原因 和苏丹科赛一样 都是脑下垂体长了肿瘤 也就是俗称巨人症 罗伯特·潘辛瓦德罗 出生于1918年2月22日 但他逝世于1940年7月15日 得年22岁而已 最意外的是 造成他逝世原因 也仅只是个小意外 瓦德罗作为专业演员 在国家森林节表演时 因其所用的木杖突然断裂 导致瓦德罗跌倒 随后造成吸伤 脚踝突生水泡和随后的血液感染 以致病情恶化 而且当时的医疗知识 对败血症没现在那么进步 因此医生们对瓦德罗进行多次输血和手术 却还是无力回天 随后瓦德罗便在睡闷中逝世了 可这里有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虽然瓦德罗死后的躺在病床上 但他的身高却依然还在生长 在他入关前测量了其身高 近已达274厘米 所以才会有人断言 如果瓦德罗没意外身亡 可能在他有生之年 能突破身高300厘米 创造最高人类历史 不管如何古人已逝 可能这对瓦德罗来说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第六个最矮的女性 你见过身高和婴儿相比 也相形见出的成年人吗 她的身高和童话白雪公珠里的小矮人一样 一位来自尼泊尔 名为浅德拉巴哈多尔唐籍的老人 她就是世界上最矮的人 其身高仅有54厘米而已 但这次我们来认识 认识世界最矮的女性 她来自印度名为乔蒂莫伊阿姆吉 今年已31岁了 在她2011年18岁时便已身高62.8厘米 获得世界上最矮女性的吉尼斯记录 到了2024年 乔蒂莫伊依然还是该记录的保持者 乔蒂莫伊之所以会这么矮 主要是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症状 简称诸如症 也就是说她再也不会再增高了 虽然矮小为乔蒂莫伊 在生活上带来了许多不便 但她也和正常人一样 一起上学一起生活 并没有因为矮小的身高 让乔蒂莫伊感到懊悔和自卑 反而受到许多人的极大关注 随着自媒体的发达 让乔蒂莫伊迅速让人认知 许多国外节目和影剧 都邀请乔蒂莫伊加入 所以乔蒂莫伊不但可以 前往世界各地旅行 还能顺道为她带来不错的收入 现在乔蒂莫伊走到哪里 都受到明星一样的待遇 甚至有些人称她为 上帝派下来的天使 更是妥妥的老天追着 赏饭吃的天选之人 相信大力水手 是众多70后和80后的偶像 大力水手最著名的地方 就是吃了菠菜后 她的二头鸡变得巨大且强壮有力 但现实中的大力水手 可不爱吃菠菜的哦 这位来自埃及的男子 名为穆斯塔法伊斯梅尔 她以79厘米的臂为 一举创下全新的金尼斯记录 成为世界上拥有 最壮二头鸡的男人 如果你对79厘米的臂为 没什么概念的话 79厘米就好比一些 成年女性的腰围还要大 当穆斯塔法使劲 攻二头鸡迅速鼓起 会看看起来非常强壮 但许多女性表示 看到这么巨大的二头鸡 都觉得相当恶心 当然穆斯塔法的二头鸡 比非天生就拥有 都是经过后天 努力训练而成的 虽然许多女性和人们 都对她的二头鸡感到恶心 然而穆斯塔法明确表示 训练如此的肌肉 也只是纯粹认为好看而已 并不打算理会人们的眼光 尽管穆斯塔法 已是世界上最壮二头鸡的人 经常还是收到 许多人的冷嘲热粉 但她表示 会一直继续坚持健身下去 无需在意他人的眼光 只要自己觉得好看就行了 第八个最长的鼻子 在这个世上 拥有大鼻子 一点都不出奇吧 毕竟每个人的鼻子 都大小不同 就像这位来自土耳其 名为奥祖雷克的老爷爷 就有个世界上最长的鼻子 他的鼻子从鼻梁到鼻尖 共长8.8厘米 这鼻子已相当于 一张扑克牌的长度 所以奥祖雷克也是 现存世界上最长鼻子的 吉尼斯记录保持者 当然老爷爷只是 现存鼻子最长的保持者而已 而真正世界上最长鼻子 是这位生活在18世纪 拥有长19厘米鼻子的人 名为托马士维德斯 看了维德斯的照片 是不是有被震惊到呢 你可别怀疑 是否有造假的尘分哦 因为现在你所看到的是 真实的人头 是维德斯死后 将其人头做成的蜡像 所以才能正式地 被吉尼斯记录承认 是世界上最长鼻子的人 而且这记录到了200年后的今天 依然无人可破 维德斯是西岩1770年代 居住在英国的一名 寻回马戏团的团员 也因他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鼻子 因此让他声名大噪 作为马戏团员的维德斯 残至英国各地寻眼 展示他的鼻子 虽然维德斯在死后的200多年 仍保持着这个记录 但除了他在马戏团中的 杂傻表演以外 神们几乎对他的鼻子 为何这么长所知甚少 现代许多医学家猜测 维德斯的鼻子 可能是一种遗传病或是肿瘤 但显然是后者肿瘤的几率比较多 目前维德斯的头像 还在美国离普利镇的 信不信由你博物馆里 如果哪位观众有机会去那旅游 记得和拥有世界上最长鼻子的 维德斯合照哦 第九个最长的钉钉 我想拥有最长的钉钉 是所有男人的梦想吧 综合许多媒体的报道 拥有世上最长钉钉的男人 是位现年59岁 名为卡布瑞拉的男人 他的钉钉长约48厘米 以及重约一公斤 是名副其实当今 世上最长钉钉的男人 但拥有48厘米钉钉的卡布瑞拉 并没获得金尼斯记录的认可 因为卡布瑞拉经过医院断层扫描时 发现卡布瑞拉的钉钉 实际上只有不到18厘米 而其余的长度 都是包皮加上皮肤发炎和血管组织 这些根本无法算入 属于钉钉同一部分 准确来说 卡布瑞拉的下体 只是包皮过后而已 那么真正获得金尼斯记录认可的 最长钉钉的人是谁呢 那个让天下男人都羡慕的人 就是这位美国演员冯肯 他的钉钉在勃起状态时 近达到35厘米 没错 就是像他握着的蓝棒那么大 冯肯更是凭此获得 该项目的金尼斯记录第一人 一举打败了称霸多年金尼斯记录的 沙额巫师拉斯普京 但这里需要只注意一点 就是拉斯普京的钉钉 是还没勃起的状态 而且去下体 在还没勃起的状态 就已拥有28.5厘米的长度 可想而知 在勃起状态下 其长度能有多长 当然拉斯普京于1916年 就被沙额亲王大公们合谋刺死了 被刺死的原因理所当然 因为他是个鼎鼎大名的邪淫巫师 而且在他死后 下体更被切除 将其保存在博物馆里 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 要观看这三人丁丁的话 就自己在Google自行观赏啦 毕竟在YouTube这里展示 我燕姐可是会中黄标的哦 想必观众们都已猜到 会说这个泰国长颈族部落吧 这部落是位于 泰国和缅甸北部边境的巴登族 通常我们简称为长颈族 当你走进那个部落 会看到清一色套着同环长颈的女性 而且被测量拥有最长的 近有70厘米那么长 你先别诧异她们为何要套上同环 那只是在她们分俗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那里的女性5岁开始 便需要在颈部和双脚套上同环 随着她们的年纪增长 颈部增加同环的数目就越多 而且每个人平均可套上25个同环 这25个同环总重量更在5公斤至10公斤之间 虽然这样能让颈部变得更长 但这样强制变长会让颈部肌肉萎缩 进而导致颈骨支撑头部的重量 而且也无法将颈部真正的变长 只要她们将颈部的同环拖下长度 就会慢慢变回原来的长度 当然你会很好奇既然会变回原样 为什么她们女性还是要套上同环 在这里主要有几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是这样打扮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像长颈龙 而长颈龙在她们习俗里视为天地万物之父 第二个说法是这种怪异的装扮 是为了下跑在森林里转来转去的饥饿的老虎 第三个说法是男性故意把村里的女性脖子弄长 为的就是不让她们被敌对不足掳走 第四个说法是这种装束是男权主义思想遗留下来的 因为男人只需取下一只铜圈就可轻而易举地杀死她的妻子 第五个说法是以前她们惹怒了神灵 于是就派了老虎来吃女人 因此她们决定让所有女孩都带铜锦环保护自己 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已不重要了 因为现在她们已是母系社会 而且套上铜环也是她们的习俗文化 所以为何要套上铜环也就不需要去追究这问题了 好啦这期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和点击小铃铛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往后更精彩的影片 拜拜